南無本師釋迦謀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謀尼佛 南無十方三世一齊諸佛 南無十方三世一齊諸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義 願解如來真實義 好的 上個星期我們就開始 講到第二個分段 覆一覆第一個問題 是由文殊菩薩問佛 佛陀 到底如來的本喜恩地 怎樣可以成佛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現在所有求大乘的修行人 以及將來末法時期 末世時期的修行大乘眾生 展示一個最清晰的道路 榜樣呢 佛陀就很開心 就回答文殊菩薩 以及在會的所有大菩薩眾 這個所有大菩薩眾 不只是指這個世間 乃至宇宙虛空十方無量淨土 無量佛土的菩薩 到靈廷 無上法王 有大陀羅尼門 名為原國 如來有一種法門 是原國法門 在宇宙直靜的本體 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 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 這些十方如來 都一樣一定是這樣教授 所有法大誠心 行菩薩道 意味著我要成佛 我要令一切眾生成佛 這些弟子名為菩薩 一定會教他們 怎樣可以覺悟如來究竟 殖滅的清淨覺悟 他說 一切如來本喜恩地 皆依原照清淨覺上 永頓無名方成佛道 這段就是第一段最重要的回答 他說一切如來都是用一種方法 只有一種方法 甚麼方法 原照清淨覺上 圓滿徹照我們本有的知覺 這種狀態 只有一種 永斷無名 不會再被不聰明的假象 被假象所迷 這種雜氣困擾 永斷這個無名的覆蓋 才可以成佛 舉個例子 我們每個人都有知覺 你昨天的知覺 整理了昨天的理 將來十年後的知覺 整理了十年後的理 上一世的知覺 整理了上一世的理 下一世的知覺 整理了下一世的理 我們的軀體是有生滅 但是我們的知覺 佛說 沒有生過 亦不會滅 就是我們的自性 眾生和佛有甚麼分別 如來的知覺 遍照虛空一切 十方三世 一切真相 所以無所不知 無所不曉 這種知覺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 無常正等正覺 還有沒有一個知覺 可以在這個知覺之上 沒有了 無常正等正覺 凡文亦叫做 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只有這種正覺 盡知一切真相 原來 佛在菩提書下說 奇哉奇哉 大地眾生皆具 如來智慧得上 所有眾生原來都具足這種智慧 不用學的 為甚麼都見不到 皆因妄想執著 而不能正德 你想想你昨天 是不是有很多煩惱 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慾念 明天你又想很多東西 你已經被世間殺那出現 殺那毀滅的假象 迷惑了這個虛空自性 迷此塵埃 靈驗經講 背著覺悟 合著塵奴 職明凡夫 反過來 背著塵奴 合著覺悟那些 職明諸佛 所以佛和眾生的分別在哪裏 一個是迷 一個是覺悟 覺悟甚麼 覺悟一切如幻 如夢 你想想昨天的事 剛才我們吃飯的事 過了都是夢境來的 你十年後想回今日 倒是夢 但是你的知覺 存不存在 存在的 沒有知覺 我經常都講過死屍不懂得動 死屍 我不是大師者 所以時不中經常都講過 大師者是誰 我們的自性 原來懂得令我們的身體動 是我們的知覺 這個知覺的本能 是不生不滅 所以佛就講了 一定是用一種方法 就是說 盡知宇宙十方三世的現象 都是薩那顯現 薩那毀滅 一秒鐘就過了 但是我們的知覺 念念跟著它變 所以就輪轉生死 諸佛如來在菩提樹下 我們講的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 靜騙之意思是甚麼 身體放低 四大地水火風 這個身體 不掛外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照錦回來的色聲香味觸法 寄在我們的意識 所謂五魂色受想行色 全部放低 昨天有色受想行色 今天有色受想行色 明天有色受想行色 誰是真的 原來都是被外奸的假象刺激我們 我們受干擾而產生的所謂五魂 這些五魂持不持得住 所謂召見五魂界空 這個就定義出來了 所以直滅隨順 宇宙虛空包容無數的星體 星座世界眾生 但是宇宙虛空有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所以如來的心等於虛空 所以凡是在宇宙虛空過去 現在將來會動的東西 如來靜騙之 知道一切眾生的恩果本末 好了 佛陀就回應了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 你要記住 原來 在虛空中 在虛空中 眾生因為無名困惑 所以執我當真 假我貪欖 於是就長劫輪轉 十方諸佛 只有一個方法 只有一個方法 過去佛覺悟也是這個方法 能夠圓照 遍照 永斷無名的覆蓋 方誠佛道 好了 佛陀怎樣去形容這個無名呢 什麼叫無名呢 那就解釋了 無名就好像夢中人 發夢見到一個景 景是吃雞腿 吃大餐 醒後有沒有的 沒有的 夢時非無 沒有的 但是醒後就無法握 我們事實上 你擁有過的東西 你失去過的東西 你開心的東西 你慘的東西 現在沒有了 你現在覺得開心 現在覺得很不開心 十年後呢 沒有了 所以這些猶如夢境 佛陀在第一段 舉了一個例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 我們去記住的 就是猶如病目見空中花 記不記得 我眼睛有病 哎呀 這個花好漂亮 金色 哎呀 轉了藍色 藍色變成綠色 綠色變成橙色 橙色變成粉紅色 很多色 我就跟著它轉 但是空中有沒有花 出現過 是什麼事見到花 我眼病 我既知眼病 我還算不算 那花怎麼變 不算 佛陀說 眾生淚劫長迷 迷似四大 五韻六賊是自身上 眼前的景物是境界上 所以永遠追逐 所以輪轉 原來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執取了 這個假象當真 這念就是眼病的因 我知過眼病 我眼看到的所有景象 我介不介意 我眼是有病 我看到金花 紅花 藍花 橙花 我看見而已 但我會不會再議論 因為實在空中有沒有花 沒有花 是我眼病 我現在遇到順境、逆境 這是什麼來的 業力的現象 是嗎 我做過好事便順境 我做過壞事便逆境 當然了 是嗎 但是一出便沒有了 我的知覺便給它帶了 是否善與惡都帶著我走 所以為什麼修行要不思善、不思惡 就是這個原因 是不受這些空花的因果現象 去干擾我們清淨本有的知覺性 好了 這裡也特別提了我們 染著計較世間 染著無名 執取了眼病所見的花是真的 就永處生死 能夠知眼病雖然見到花 我病未好 我都不會再議論過花了 這個已經不會被自己的無名去欺騙到 欺騙到 首先要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又舉了個例 他說 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轉 又如夢中人醒時不可得 各者騙如虛空平等不動轉 宇宙虛空有沒有動過 沒有 但是裡面的星體不斷動 你合了陳奴當然是生死 不合陳奴便即明諸佛 諸佛又叫做不動尊 金剛經所講 如來者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如如不動 所以如來亦叫做不動 所以直滅大定 能騙之一切 他說平等不動轉 各騙十方界 是不是這個知覺 騙於宇宙虛空的十方世間 有虛空的地方 就是有如來的知覺 即得成佛道 眾話滅無處 成道亦無得 那麼成道有沒有些東西可以的 一有得 是不是有我 有我才有個得 所以沒有我 那麼何來有得呢 所以金剛經亦都講 釋迦如來過去於賢登佛 所有法德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否 又不也誓尊 如果當時釋迦牟尼佛 是真的認為有法德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賢登佛 則不予這個釋迦牟尼佛受記 這個亦都是看得出 真正這種智慧 所以我們給個名字叫做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 般若智慧 是要菩薩在度生的時候 要在余幻的世間 合於塵爐裡面見到空花 黃色、白色、金色 我知道了怎麼變 我在變的期間去度眾生 但永遠要記住 自己和所有花都是幻化的 不染的 這種猶如金剛一樣 吹滅世間一切 如夢如幻假象的 這種智慧 名為般若 所以般若是哪裏來的 不是清淨就是般若 般若是正到清淨的菩薩 要在胃土或在十方世界 去廣道眾生的同時 而不染世間 這種智慧叫般若 所以般若一定是適空原容的 如果只是兇有沒有般若 都沒有般若的名字 用甚麼般若呢 兇就兇了 但為何用般若的意思呢 菩薩在世間廣道眾生的時候 同時期不染 為何不染呢 因為他般若自為之都假 所以叫金剛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文 斷除一切世間的虛妄假象 好了 上次亦都說了 普賢菩薩是第二個起身問的 問甚麼呢 他就問了 願為此會諸菩薩眾 希望世尊你為我們今天 這一班的菩薩眾 與及為末世一切眾生收大成者 不是收小成 不是收仁天成 仁天成 求歸衣三寶 賜福給我 然後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對不對 共養三寶 收福 得生仁天 祂的希望是得生仁天 醫性 生死也是假的 我要解脫 但是以自私一念 自我一念 而出發點 正阿羅漢正壁之法 這些學不學到這些法 學不到的 學不學到般若法 學不到的 學不學到六波羅蜜 布施慈濟 忍辱精進 禪定般若 學不到 為甚麼呢 因為他全都是為自己 自己一放下就解脫了 所以以小的心量 去論大成法 他講甚麼都是自利 講悟的法 做不到利他 但是凡是利他 即是菩薩要入於一切世間 你才能利他 對不對 在利他的期間 要不要保持自利 要了 這些就要學了 所以為末世一切眾生 修大成者 這個修大成者的定義在哪裏呢 就是菩薩發願在十方世界 展示一切身形 行順一切眾生的導引同時 同時要知道是假 這種法 叫做妙法 你說他殖滅嗎 他不是 他有動度眾生 你問觀世人菩薩 千柱祈求 千柱應 虎海嘗作道仁舟 對不對 但是他同樣是 觀自在菩薩 行心 般若波羅蜜 照見五魂皆空 一體二用 卑智相運 慈悲妙用 廣大無邊 成就廣大圓滿 無外 大悲心 千柱祈求千柱應 能現一切身形 但是這個菩薩 會不會染著自己 會不會染著世間 不會染的 柔如幻思 道諸幻仲 所以 民此 圓國清淨境界 混何修行 跟著 佛陀你剛才說得這麼精彩 但是 怎麼修行才對呢 我都知道 佳伊元照清淨國相 永斷無名 方誠佛道 這是佛得了 你當然這樣說 是嗎 在沒法時期的眾生 大成修行人 他應該怎樣走呢 才可以等於如來 你剛才說的 佳伊元照清淨國相 永斷無名 方誠佛道 這下才難 是不是呢 好 跟著就問 混何修行 所以 這句 你們如果 特別圈了這句 混何修行 修行什麼 在會的菩薩眾 與其末世一切眾生修大成者 如果要學這個 這個圓國法門 應該怎樣修行 是不是這個意思 立即寫下了 第二個問題 又記得了 第一個問題 問回大家 文殊菩薩問 佛陀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十方如來 他在成佛的過程當中 怎樣成佛 是不是一問問到終點那個 第二個問 第二個問什麼問題 佛陀 到底 我們這些大成菩薩 和末世的大成修行人 雖然聽到如來你說 他掌握不到 怎麼圓朝清戰各相 是不是 講就容易 我們做不到 有些做不到 應該怎樣修行 問具體的方法 是不是像不像一個會議紀錄 所以我看佛經是會議紀錄 上課紀錄 你最想看什麼 不是死背 不是呱呱爛熟 不是用字典去解釋 明相怎樣解釋 而是你知不知道那個聚會 正在研討問題 以及你能否拿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如果你能拿到 你便拿到這本經 是不是 你明白嗎 你明白那個道理嗎 以後看經 所有經都是這樣看 沒錯 用這種方法看 不要死背 背 即是那些叫什麼 熟讀唐詩三百首 人家也會偷 沒辦法 你是什麼都不懂 你讀仲有沒有功德 當然有 讀下 看下拜下都不得了 讀得兩讀你就會明白 即而且確是真的 但問題是 我們正確的態度 就不是誇要 你可以唸多少片 多少萬片 而是最重要的是 你明白多少 以及做到多少 以及為人解說的時候 清不清晰 有沒有達到這個講座的功能 你不要解完之後 那個人覺得很威水 嘩 我練了這本經 多厲害 那你就解錯這本經 這是對不起佛陀的 即是你沒有將這本經的實意 如實去講解 這是很重要的 好了 《雲何修行》 接著他講了 為何我要這樣問呢 世尊 若彼眾生 假如眾生 知 如患者 如果那個眾生 知道一切是餘患 那他身心亦患 那他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心 現在問佛陀這個心意 都是患 那雲何以患 患修於患 那患又要再修患 是否好像很矛盾那樣呢 他即是說 將很多當時的修行人 那種微細的煩惱 都講出來 講出來 誰為修行 若諸患 若諸患性 一切盡滅 假如那些一切患滅 患滅患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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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 無有心 即是等於無心 對嗎 無心 誰為修行 誰修行 上次我們有沒有講過這裡 講過了 何复說修行如患 那怎樣又解到 又說修行又要如患呢 我既知自己身心都患 那我需要修行呢 如果我要修行的話 為何又要說 如患呢 這個呢 在很多異成人當中 他是沒有辦法去理解的 那既然一切是假 那我修行都是假的 我放下 那要不要去度眾生呢 眾生都是假的 那我生這些妄想做甚麼呢 有沒有這種想法 如果一這樣想 他就興不起大成了 同不同意 因為他跟著的 這些大師兄 懂得問這些問題 但當然 如果你說普通不明白佛法的人 一聽這些 是不是很迷悶呢 聽到嗎 都不知道你說甚麼 是吧 但我們有了這個基礎 聽下去 就開始聽到一些法味了 對呀 我也有這樣的疑問 這樣說 若諸眾生本不修行 他跟著問 若果所有眾生 他本來不修行 於生死中常居幻化 曾不了之餘幻境界 令妄想心又為何解脫 他說假若 其實這就是復線 他說假若 所有眾生 他自己本來不修行 那不修行的人會怎樣 是吧 這個妄想心 永遠撿著自己 永遠被世間的景物困住 永遠向外攀緣追逐 是吧 於生死中 是否常居幻化 所以佛官眾生 此處沒彼處生 彼處沒此處生 無有停止 就是這意思 還有 從千毫間一念 變之無量 舉個例 我只是一生人而已 你說我殺了多少 我吃過多少 如果我不修行的話 我會做這麼多 那我一世就變了多少世 就是從千毫間變之無量 所有地獄處 惡鬼道 畜生道就是這樣 所以你會見到 他們是無量無邊 天天死的 這些就是 從千毫間變之無量 那種顛倒夢想 好了 曾不了之餘幻境界 他們從來不知道 甚麼是幻 他們秒秒都當真 對不對 我們所有眾生 秒秒都當真 尤其誰當他們幻 才可以 那怎樣可以令他們的 妄想心解脫呢 令妄想心 雲何解脫呢 這裏是否復善 是否講道眾生 對方 代義成問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比較難看一點 這個裏面 首先代義成問 既然一切幻 那我現在聽經 想著 這個心也是幻 那我還要收不 雲何以幻 心又再收幻法呢 對不對 第一是這樣 是不是異成人矛盾呢 那如果眾生 若諸眾生 本不修行 如果眾生都不修行 那於生死中 整天都幻化的 他們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有個叫 如幻境界 秒秒當真 那又怎樣去令到 這些妄想心去解脫 慈不慈悲 這個問題 是否借佛的金口 去教導所有義成人 乃至興大乘菩薩 你聽著 怎樣可以以幻修幻 第一 第二就是 怎樣可以令一切眾生 一同離幻 是否 這個暗示兩樣的目的 每個人問問題 都有一個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想 令在會的義成人 在自利方面 或者不是義成人 在修行大乘過程當中 在自利方面 怎樣可以令自己 解決自己的矛盾 我也是患 我聽佛也是患 我修行也是患 那怎樣以患又修患呢 第一 這是自利上的問題 第二是利他的問題 我是這樣 眾生是否這樣 眾生也是這樣 那怎樣 他們甚麼都不懂 是否淚劫長迷 沒有佛 沒有菩薩 有沒有眾生成佛 一定沒有 因為永遠執著 所以就說 怎樣可以令 往上心 雲何解脫 得到解脫呢 願為沒佛 一切眾生 作何方面 有些甚麼方便的法門 漸次收集 看得出普言菩薩 這個慈悲 老師 你走下 我們在會的根基 你說到一下 說到 家醫元 照清靜各相 永永遠 永遠無明方 成佛道 我們知道的原理 但是我們一般 都有我的上 有我的心 怎樣去當中 知患又修患 還有一切眾生 個個都是這樣顛倒 我怎樣令到 他們的妄想心 令到材呢 請如來你教下我們 有些甚麼方便的方便 作何方便 即是有何方便的法門 遷就一下我們的根基 教一些方法給我們 讓我們漸次收集 循步漸進 在我們的基礎去修行 令諸眾生 永離諸還 令到我們在會的菩薩眾自己 以及菩薩眾將來要度的眾生們 所有眾生 永離諸還 能夠永遠離開一切的環境 作事與以五體投地 如是三請忠而伏此 即是說 普遍菩薩 就問佛陀 到底修行人 大乘修行人 智利方面 怎樣離話 離他方面 怎樣能夠令到 未知夢如夢如幻的凡夫眾生 令到他們 我們 永離諸還 整個問題 是正在回應佛陀 第一個 原來一切都是還 對不對 既然一切是還 我現在都還在 怎樣令到我這個人 身心 透過修行什麼法可以離開環境呢 第一個 第二個 我明白之後 怎樣去令一切有情眾生 跟我一樣離開環境呢 是不是這樣 那麼 有什麼 循步漸進的方法教我們呢 我們必須要清楚 每個問題的重點 你才可以拿到答案來自受用 好 這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 先 都知道的了 用我的方法 每看一部經之前 客長 先跟老師聊天 三清南無本師識家莫理佛 念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再不是的 問問觀音菩薩地藏菩薩 叫他互念你 想問題的時候 盡量客觀點想 不要主觀喜好 客觀點想 想多些可行性 然後再參研一下它裡面的道理 盡量不要看到文字 看到文字裡面的意思 我很想將這些文字 變成對白的 因為其實本來是對白 是不是一問一答 你一看對白 你容易看些 你看這些 就難看些 真的 因為再加上《易經》 因為後面 一譯到大概是中後段 有幾品 我覺得是《易經》方面有些阻礙 我會用我的方法 將它補回 那個意思 大家就明白很多了 好了 看看佛陀怎麼回答 已是世尊 告普現菩薩現 佛陀知不知道普現菩薩的用意 是 讚嘴 善男子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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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男子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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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而修患 能夠更令一切執患的眾生 同樣離患 這就是菩薩的工作 是的 他說與等乃能為諸菩薩的末世眾生 收集菩薩 叫做愚患三昧 愚患只是不真實 在不真實的世界裡廣演佛事 但是心安住靜定 叫做愚患三昧 怎樣才行呢 稍後我會在佛經都有解釋 我會舉一些例子大家更加清楚 方便遷就一切眾生的根基 漸次循步漸進的修行 令諸眾生得離諸患 是否佛陀重申他問題的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這句 令諸眾生得離諸患 諸眾生即是一切包括自己 與及一切眾生 這是否所有菩薩的使命 唯一的工作 愚今递聽 當為語說 你們全部要很認真聽著 我會一定為你說解 時普言菩薩奉教歡喜 及諸大眾默言而聽 大家很開心 仙男子 一切眾生種種幻化 他說 仙男子 即是對普言菩薩說 普言菩薩 你要知道一切眾生種種幻化 無論他如何幻化 皆生如來 圓國妙心 他們一一都具足如來的圓國妙心 不用練的 如果有人叫你打助練功夫 那些境界高 那些是否是圓國妙心 那些是甚麼心 是否是外道心 妄想心 是否是胸花 迷人 在迷的時間 仍然覺得自己很高 對不對 記住 好妙的 原來不用學 現在來聽經甚麼 不是學 是聽如來講的道理 這個道理你一明 一啟合就顯現 留意一下 不是用一個學習 我慢慢記背書 背完出來 你問我甚麼 我就找資料回答給你 那些是做不到的 永遠做不到的 因為他永遠撿住 要放低的 OK 他說 皆生如來如過妙心 由如胸花 從胸而游 好似 我們眼病 見到的胸花 這樣也有一個空間才有些花 胸在甚麼 在那 知覺永遠在 知覺產生的苦 樂 開心 不開心 那些是感覺 但你是一個知覺的本能 你明白嗎 這個知覺的本能 就是一向在這裏 他說 幻花衰滅 空盛不壞 花可以變化 但胸有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我們的知覺可以變開心 不開心 又很吵吵變很清淨 你不停地變成 你不停地變成 但是這個知覺的nature 本能在這裏 他的質量在這裏 他見到東西便有反應 這個質量 OK 他說 眾生還心 還依還滅 他說所有的喜怒哀樂 這種心情 是否會依還滅的過程 有生便有滅 有生便有滅 還依還滅 諸還盡滅 假若所有還都滅光 各心不動 大家明不明白這句話 即是說 你的知覺 我看一套喜劇 周星馳 鬼這麼開心 看個悲哀樂哀樂 看個恐怖片 嘩 害怕到死 緊張的 嘩 緊張到死 看完了 甚麼都沒有了 那些感覺 你的知覺在這裏 原理一樣 你過去生日做過大凡天王 又做過豬狗牛羊馬 地獄惡鬼畜生 然後做人 然後做有錢 然後又上天 然後去佛國 那你是不是有不同的知覺 可能全部都沒有了 那你的知覺性在甚麼 都在這裏 原來他畢生的 這個就講述了這件事 如果我不是用這樣的方法 你就這樣看這些佛經 你可能解了別的東西 我希望為甚麼要念佛 佛的力互念著大家 跟著這種理解的能力 好了 眾生患心就患 醫患滅 諸患進悅各生不動 醫患說覺 亦明為患 在這個患的境界 當自己覺患 算不算 是不是呢 算 好像我們很簡單 我做一個角色 你這個角色 你做甚麼 你做阿羅漢 阿羅漢 阿羅漢就入定 我五通千人 我做阿羅漢 我已經到了阿羅漢了 這個人說 如果有我弟子 自為得阿羅漢 自為得匹之佛 而不趣向大聖 阿羅多羅三 阿羅漢菩提 似非我弟子 是不是這些人 是醫患說覺 來患甚麼 仍未來患 亦明為患 若說有覺 我有覺 我靜到眼通 天眼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足通 有這些 有覺 來了患甚麼 你不要再被這些假象 空花假象迷惑你 說無覺者 我入定 我能夠斷除一切 一切之覺 我都不起的 你五運是不是很用力在做事 在做甚麼 在做無覺 是不是 你在做無覺 患患患 全部明白 說無覺者 亦復如是 事故幻裂 明為不動 原來幻裂很簡單 宇宙 你未生死之前 又是這樣的樣子 你生死盡了 你成了佛 它都是這樣的樣子 有沒有動過 叫做不動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看不體會到這 這種 這種 大家的內心 正在安住 這種叫做 SAMODE 雖然我們沒有刻意 巧腳丹 雙家呼 眼光不鼻 被關心 怎麼數色 沒有的 沒有做這些事 但我們的意 一知就到了 幻滅明為不動 在不動景看動的東西 是不是一清二楚 但是你看到動景裡的人 撿著他們動景的境界 以為最高 我們明白 愛到一定有我 一定有法 所謂我上、人上、眾生上、受者上 我是不是我自己有個我 你 即是對方 就是人 其他人 我和人是否有分別呢 然後有眾生 眾生是我最高的 然後我的知力是最高的受者 如是種種人我分別 取、執境當真 有五運的 用五運還修煉的基礎去追 名為大盜以外的生死假象 叫做外盜 什麽叫合道 諸幸無常 有無常態 宇宙虛空 諸法無我 過去的我 今日的我 明天的我 誰的我 沒有個是我 裂盤即正 等不等於 是否如來說的 三法人 這個我們現在講的 是否合三法人 一定是合的 三世如來都一定守護這個法 這個法是什麽 叫醒眾生 這個知鋼 不要再合這個 驅體 四大五運六賊 妄想 繼續被他帶著 當下政治 停下來 這樣便是覺悟了 菩提樹下的釋迦牟尼佛學做什麽法 他在過一撒那間才定到 直熱大定 我們凡夫多難才有一個定的因緣 講因緣 那現在大家敢不敢覺這種定 為什麽呢 你明白了 其實最大的是諸佛加持 所以我們剛才開經濟 為什麽要念十方三世一切如來 因為一講這些法 即如佛在 只有佛才講到的 只有佛才講到裏面的道理 那當然我不是佛 但是我能夠講到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 即是佛在說內容一樣 你們將來講到的 你們都是 所以為什麽我會講 我說這本經很深的 不是一般因地教我們怎樣行 你教我怎樣做我就做到 但是他一來便講到佛的境界 我們看到一件事 如來現在講這些說話 原來是正在做正化 我們跟著走就已經進入了三回 那你有沒有刻意打坐 沒有 那你是不是知道世間是患 你現在知不知道你在聽經也是患 我在說法也是患 大家知道的 那便安住三回 這種感覺便叫做余患三回 不用做的 知道便可以了 知道便可以了 嘩 懶得這麽交關 你說懶得這麽 尚覺不迷 他叫做平等精進 他不失的 不失 遲些聽說什麽十曆 十八不共法 這些就是代表了 一旦明白這道理的國者 永不亡失 不得了 因為他的特性本有的 你甚至要學的 不用學的 明白便可以了 好了 算無國者亦伏如是 事故幻滅明為不動 先男子 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 應當遠離 一切幻化虛妄境界 由堅執持遠離心故 心如幻者亦伏遠離 遠離為幻 亦伏遠離 離遠離幻 亦伏遠離 得無所離 即除諸幻 這個是自己 針對自己的身體 裏面剛才普賢菩薩問那個 我身又有心 我身心都是幻 我怎麽以幻修幻呢 記不記得他的問題 現在佛陀就說了 原來只是一件事 我們的知覺 就是被所有的環境迷惑 你想將你的知覺顯現的 顯散所有的環境 那怎麽顯散所有的環境呢 本來 我在夢裏面 發夢 哎呀死了地震啊 山崩海烈啊 我很害怕啊 突然你說 哎呀發夢而已 哎呀 原來發夢而已 但我夢未醒 那你再見到他 你還怕不怕 其實你遠離了夢 在夢裏面 你不再怕夢了 哎呀我發了大了中六合彩 哇 哇成億啊 原來發夢而已 那你會不會再驚喜呢 留意一下 原來世間所有東西 如夢如幻 是否甘公經那句 應觀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炮營 是否這樣 對嗎 合起來 沒有離開過 如來說法 一定如一 不過你明白多少 你理解多少 所以這個方法 他用一個 因為他用漸刺方法 如來知 當你遇到環境的時候 你遠離他 要我遠離 叫我遠離 這個念 是否是環境 唉 我也放下 我放下 我放下 這個叫我放下 是否也是 叫我正在做事 我也放下 如是者 沒有放下 沒有放下 這個念頭 也要放下 放無可放 還滅 是否剝洋蔥的原理 剝開這塊 這塊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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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 沒有了 還剝甚麼 那算不算賤刺 佛陀教授 普賢菩薩 擺脫煩惱的方法 就是不斷放下 做腳踏 他說 一切菩薩 菩薩也是這樣走 以及末世眾生 如果要收這個原覺法門 應當遠離 一切幻化虛妄境界 遠離 我們 看看你 你認知那個幻化是怎樣 因為你不認知那個幻化 你來不了 你一當他真 你怎會來 大哥 山崩海蟬 還不快找地方走 我發達 我還不想賣 我喜歡這些東西 是不是這樣 你肯被他染 你明白 問題是你 你怎樣知道他的幻化 你看看這個軀體 是否會老 年輕時 現在時 你十年後 二十年後再看 一定會老 可不可以醫 不醫了 看看你眼前的景物 所有的景象 算了 因為為甚麼 因果業力的幻化 因果業力一定會帶著一個景 會出現的 一定的 但一出便沒有了 你去戒懷他做甚麼呢 對 我心一舒服 我遇到逆境都可以舒服 這就是我本經 我寫的那本書 五壽人生到最後 那個叫享壽 就是這種境界 那些人當然不明白 我那本書寫 五壽 第一個叫不壽 我不明白因果的話 遇到這樣的時候 我接受不了 那就多苦 接受不了也要受 苦不苦 第二個叫忍仇 忍仇即是 算了 鬼叫沒飯吃嗎 忍吧 嘿嘿 很幼稚 內心很苦 第三個叫接受 算了算了 不要介意 食得咸如抵得渴 來 不合不合 我不合 好好好 我就說 有錢收就行 我可以接受到的 沒甚麼煩惱 第四個叫承受 不要緊 拿過來等我背 等我背 你們舒服就可以了 唉 我雖然很辛苦 但想想他們舒服 如果被他們捱 就大件事了 唉 等我來等我來 我雖然在受不好的事 但我承受得到 但這四樣都是執境當真 是吧 最高的就是這個 叫享壽 菩薩呢 真是享壽 好像我們做戲 不一定要做康熙、乾隆 有時做崇聖、梅山自盡都要的 是吧 不一定要做很有錢的 有時做蘇黑衣 只是做戲而已 那他們就在享壽 原來是這樣可以享壽 為甚麼呢 因為智是假的 智患 你就不會被他困 你一當他真 休息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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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你明白嗎 因為你當了 知覺一當他真 就給煩惱錢 你看破他 我們叫做參透世情 好像X-ray照透了你的個現 現在將來 原來這個因當然有這個果 是吧 為甚麼這麼出奇 你一明白因果 你就沒有煩惱了 對不對 你不明白 為甚麼 為甚麼 我都沒有這樣做過 你現在沒有 以前 我以前做的事 我怎知道 是吧 我們一般人 以前的事 他不跟你說 業力無情 你做過就認 對不對 他不理你 你明白多少 所以 這裡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能夠知道患 你馬上就放下 學修原覺的 不理你甚麼人 在家出家好 你一明白這個道理 你一知道 原來因果的幻象 我問你 幻象會不會出現 如果幻象不出現 就沒有幻象 對不對 幻象也會出現 就是因為有幻象 所以就迷我們 對不對 記住 我們的知覺 要時時保持 好像虛空自盛一樣 本來是這樣 你又不是明人 你又不是衰人 你又不是好人 你甚麼人都不是 你的清淨 你的知覺是怎樣 沒有最虛空的 本來是這樣 是這樣的 但為甚麼不是呢 因為無恥劫離 撿了身體 給了四大五運 六根六塵六色 支配了 孕育了 孕育了 我們有這種性格 對不對 放下它 還不還 還便放下它 這樣放下 放下自己的妄想 放下自己的執著 放下自己的性格 逆服遠離 遠離為患 那叫你遠離 剛才我說過遠離的 是不是患患呢 那是假的 要甚麼遠離呢 放下它 對了 逆離為患 逆服遠離 離開遠離這個患 即是 剛才我說 我叫我不要想事 那個 是不是都是患呢 是不是這樣 逆服遠離 離到都沒得來 是不是剝洋蔥剝了 是不是這樣解釋 即除蛛幻 大家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它用力的地方在哪裏呢 很奇怪 不是拿著 放下 是不是放下 那我們學佛是不是學 多聞是否要當聞 記東西 純熟 要告訴別人怎樣說 練習 是不是這樣 丟掉它 那些人說 這些佛法 為甚麼記得那麼多 因為我扔得快 為甚麼你唱歌那麼好聽 因為我沒有法度 我亂唱 看重點唱 唱完就算了 永遠不煩惱 這些 絕大部分 那些覺悟的人 很多人都不識字 因為越識字 那些越給亡 對嗎 越多理論 是否越多話說 所以多聞難度就是這樣 他說 你儘管多聞 我能不如收一日無漏之行 就是這個 這種是否無漏之行 我試一日靜心 涉心 那些人參禪不參甚麼 記住 這個就是禪法 參禪不參甚麼 release 放下所有東西 釋放 我記得我在美國簽罰子 大乘禪修營 裏面講了兩天 大家聽著 拿著左手出來 拿著右手出來 我放些黃金 擺擺擺擺擺擺 有聽過吧 那你跟著 是否很重啊 是呀很重啊 如果有人抱著回去睡覺 吃飯都拿著 傻不傻 傻啊 那你放在那隻手上 是呀 更輕 那這隻呢 是呀 唉 舒服了 原來參禪就是這樣 這叫妄想 這叫執著 這叫攀元 這叫貪念 於是我們人生 這種知覺 承擔的壓力 承擔的枷鎖 困了我們無量百千萬億劫 一聽到這個《圓國經》 我懂得放下 厲害嗎 普言菩薩問佛 佛教我們 就教我們 如何放下 我們認為患的東西 你一知患就放下它 我知患放下它 這個念頭 到最後都會醒覺 我放下它也是患的 是呀 那怎麼辦呢 放下它 我這樣想也會患的 是呀 那怎麼辦呢 是呀 就是這樣 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這種叫做蟬法 蟬有個名字叫做止 停止 不要再擠東西下去了 靜 不要動了 有它靜化 過內 重的東西就會沉澱 好一杯混濁的水 不要再搞它了 讓它靜止 讓它沉澱 那一杯水 那一杯水 那一杯水就顯現了 對了 我們的知覺 被太多貪真痴 五文攀源 外奸的警問 不停扯去 是不是搞 哇 浪屠洶湧 當然是 還搞它 攝心為界 恩界生定 恩定而顯為 就是 是不是跟這個原理一樣 是不是靈性的淨化 精神 知覺 心靈上的淨化功夫 好 上次講到這裏 好了 不要介意我花多個小時 雖然是長一點 但是大家加深那個體會 因為隔了一個禮拜 都不記得了很多 是吧 雖然我 我再講我都不覺得悶 那證明是OK的 好了 譬如鑽木 這裡又舉一個例 兩木相恩 火出木盡 灰飛煙滅 以幻收幻 亦伏如是 普賢菩薩剛才問 我們怎樣混合以幻 還收於幻 是不是 答得認不認 你說作 誰懂得作 你作過的豈不是很厲害 沒得作 只有如來的智慧 才可以解答這些問題 為佛與佛方能夠了 這個原覺境界 他說 普賢菩薩 我再舉一個例 好似鑽木取火 鑽木取火 大家都知道兩個木 是否這樣磨擦 這樣才產生了火花 兩木相恩 即是兩木相鑽 這種前恩 這種恩怨 於是乎就產生火出 有火的出現 火出一燒 兩塊木 是否都沒有了 灰飛煙滅 我舉一個現代的術語 我們有病 是否要吃藥 吃了藥 病沒有了 是否 那些藥 都沒有了 記住這個道理 以患修患的原理 亦復如是 打坐修行 算不算患 但我不透過這個患 我脫不了這個患 對不對 所以以患修患 就是漸刺的方法 慳患 如果只是說 我叫你頭 你又成佛 教你念句咒 你又行 不是會加茂利佛講的 你記住 真言的理論 我們念完真言 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那就行 念完如來所說的真實說話 真言我終於明白這個道理 這樣就通了 但你說只靠一個人的加持 可以令你成佛 不是佛說的 是沒法的時候 很難遇到這些正法 真是 真事來的 所以 好了 以患修患亦復如是 食藥 剛才我講的 藥都病除亦都一樣 我們 生死修行 遇到善知識 被我們見到 遇到佛法爭三寶 發心歸醫 算不算還? 算吧? 歸醫持戒 跟著 深入經狀 明白佛法 依法修行 算不算還? 算還 不透過這個患 我抵消不了我的妄想 所以 整個佛法 全部是對峙法 你留意一下 對峙的 這裏可以講詳細一點 我們以前是否信 我們自己 信貪真癡 對不對? 跟著是信我 信錯方法 跟著呢 信錯壞人 是不是? 所以便輪轉生死 但是我們歸醫三寶 信哪個? 信佛 依什麼? 依法 信哪個好人? 信善善知識 爭埔 是不是對峙我們的集氣? 所以佛便還言出這麼多東西 所還言的東西 都是對峙眾生 對峙的 虧斑的 好了 我們說 菩薩修行六波羅蜜 先講六波羅蜜 第一波羅蜜 布施自什麼? 自慳貪 是不是對字呢? 我們不捨得 不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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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不假? 是否撿假當真 越攬越實 即是叫你 擺下舊金磚 吃了飯才拿著 不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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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捨不捨不捨 不捨得 你吃飯都這樣吃 那是否辛苦呢? 很辛苦的 我們不捨得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布施是否可以令我們捨 越布施越多 只能給兩筆 原來越給越多 他就不理 有錢人 那些很有錢的人 他會不會給錢煩惱 他不會 錢對他來說是工具 對不對? 他不用就放在那裡 浪費了 有智慧的人 那些錢用得很有方法 OK 所以 布施自慳貪 持戒自違反 忍辱自甚麼? 煩惱 剛才我們說 豈有慈你豈有慈你那些煩惱 唉 明恩果 唉 是恩果 就沒有了很多煩惱 有鬼叫我做到那些壞事嗎? 現在沒得說 過街 即是該死 應該的 算了 你一應該便不會生氣 是嗎? 還有 有信忍 行信眾生苦難忍 是嗎? 唉 我要來救他 他不懂 正常 對不對? 難道怪那個不懂那個? 不會的 我以前比他壞十倍 是嗎? 他現在都不算很壞 這麼壞 是呀 他不壞 我用來救他 我進火牆去救人 沒有那些壞人 那些菩薩來這裏做甚麼? 沒有火的地方 那些消防員來做甚麼? 對不對? 所以菩薩是不怕煩惱的 忍辱的 能夠憶耐可以順受的 因為他能對峙自己的雜氣 精進就像蟹苔 禪定就像散亂 般若自愚痴 對不對? 愚痴甚麼都撿假當真 你知不知? 像 般若是甚麼? 上角不迷 你想騙我多難? 因為我自己也不讓自己騙 怎會讓你騙呢? 對不對? 這樣便是般若 對不對? 好了 後面方便願力志 就是講的心量大 初初我為自己貪婪 所以可以的東西便少 全部都因為 從籤毫奸變至無量受苦 但我反過來 我現在是回向大 大的 行順眾生 方便行順 做不到法願 方便願力志 有願就有力 有力就有志 成就虛空一切種子 是一個 還原來的 對不對? 佛法在一切因果上 全部幻化 幻化就是還原 原來這種幻化 還原能夠導引一切眾生 所有菩薩 就是游器神通 精神通達無外 安住不動定境 而能夠柔化十方諸國 現一切身形 每個身形都行順一切幻化的 因果假象 這就是 正到如來的原國境界 如來的原國境界 有沒有佛果 有沒有佛國土 有沒有佛境 是不是都是幻? 所以佛說莊嚴佛土 即非莊嚴佛土 是名莊嚴佛土 佛說三十二上 即非三十二上 是名三十二上 若見諸上非上 現在你們都明白了 我講《金剛經》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這麼透切明白 因為我站在因地上講 如何修行 現在我站在果地上講 是不是全通了? 留意這本經的微妙地方 它站在如來的果地 一講 你怎麼走都不會離開終點 都是向著終點 儘管你修行在外道 修行在邪法也好 你聽到這本經 你就在向著終點走 因為它正在展示終點的結果 給你聽 這本經很厲害 八達了 不知道大家開始領略到當中 那種未到尾 如果你未聽過《黃法道師培訓班》 你未有大成的觀念 你就這樣聽這本經 我怕你真的受用不太多 但也一定有聖妙因緣 好了 諸還須盡不入斷滅 這是為什麼呢? 大家前面不用我解釋 灰飛煙滅 以患修患 易伏如是 好了 諸患雖盡 不入斷滅 這個很容易 異成人入了斷滅 他執入了這個念當真 是否叫斷滅見 一入了斷滅見 這很難度 因為你跟他說什麼他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他的心取了斷滅 誰知道他取了斷滅呢? 唯有如來才知道 其他眾生可否改變他呢? 改變不到 不入斷滅 即是有沒有一個我 去進入斷滅的 五韻的想道呢? 沒有的 這個觀念 都是說 有沒有滅 有沒有不滅 所以我們會知道 不非大 非小 非方 非圓 非生 非滅 如果你一掩下去 全部有生命 有方圓 有大小 有佛菩薩 有畏土 有淨土 有十法界 種種境界 因為掩 掩當然是這樣 但我一知患 即利 但我只知患 我在患境裏面可否做事 是呀 這個才是妙 在環境安住如來 圓國境界 能夠展示一切 空花佛事的 這個法 叫做妙法蓮花 明白了吧? 所以 法理金剛經 其實是否在說妙法蓮花 是啊 靈嚴經是否在說妙法蓮花 圓國經是在說妙法蓮花 無量義經是在說妙法蓮花 留意一下 能夠在當中 永遠安住宇宙不動的本體 不動的 但合於過去 現在 將來展示一切身形 廣道一切眾生 應以佛身得道的 便宴佛身 宴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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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士身 南同 南同女 天龍 八步身 宴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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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對不起,你這個念頭根深蒂固 不能讓它有斷滅這個觀念 本來無生,又何來有一個滅的果你證到呢? 有沒有滅的果我們證到的? 沒有果開證的 《綠組談經》裡有一句說 他說:「我倫多伎倆,能斷百思想,遇事深不起,我菩提日日掌。」 是不是斷滅見? 而且還要很粗糙的斷滅見 五穩是撿得很實的,不是很微細的 《綠組》怎麼回答? 為能抹伎倆,不斷百思想,我如是深掃起 菩提作魔掌,怎可以掌? 那些菩提是可以掌嗎? 有生有滅,有加有減嗎? 沒得減的 我現在的菩提不是很足夠 練習後,斷滅了,那些菩提便會掌 你細心想想,理念上是有問題的 那個人仍未去到斷滅 即是一個堅執 真正的斷滅很容易上去,飛上飛,飛上處天 這些天人其實就是四空天 即是他們五靜居天當中 很多阿拿含在這裏 阿拿含是否生五靜居天呢? 不來嘛 好了,在這個天當中 如果沒有佛法的指引 很多時候就會生了無色戒 因為甚麼都沒有了,尚都沒有了 就是一個仍然 即是這個左手加右手 他拿了所有東西出來 可能連右手都放下 但剩下就是左手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還有個妄想在這裏 是嗎? 但他裡面沒有東西了 但這隻手你何時放呢? 那你放下你才知道 唉,是這樣的嘛 我現在很輕鬆,我當然沒有了 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這個道理 所以它裡面千萬不要生有 入斷滅這個觀念 在當時的印度 很多時候是在講裂盆 裂盆就斷滅了 很容易生斷滅上 先男子,知患即離,不作方便 離患即角,亦無漸次 好了,前面呢 他在講遠離遠離,逆服遠離 離遠離,患,逆服遠離 這個是漸次來的 但是,重新再講 這個是不是一塊木來的? 是磨我們的煩惱想 我怎樣遠離呢? 遠離遠離,逆服遠離 都是一塊木碰一塊木 好了,這個也是方便賤詞 不過,你要記住一件事 在當中,染患修患,兩目相恩 生死一塊木,是不是患? 是 那修行這塊木,是不是患? 是諸佛患現出來的 兩塊都是患化抵消 那我一知道的話 不理我是正在碰佛法 修行佛法 或者已經正到佛法 當中的過程 只是一個相來的 好無異論 不作異論,對嗎? 知患即刻來 換句話來說 小學生突然間可以講悟 中學生可以突然間講悟 大學生可以突然間講悟 因為大家都一齊知患即離一立 一齊即家講悟 本來是這樣 不用學的 誰放得下就行了 放得下這個是不是妄想? 都放得下 那就清正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還未得的 為何未得呢? 舉一個例 這裡我過去的生死 這裡我聲聞 這裡我懸覺 這裡我菩薩 一路修修修行 這裡就等覺 然後成佛 然後入滅 如果我聽這個 一般都是在大乘根基那裡聽的 如果大乘菩薩 一變變,可不可以變過凡夫? 可不可以變成他聲聞? 可不可以變成他原覺? 可不可以變成他原覺? 如果這些根基的人 大家都聽這本經 是否同時可以 放下 因為每個人都是 他一聽這些經 提醒他 便放下 那一個凡夫 可不可以立即靜到原覺? 凡夫的相 但他的恩果還在 一個異成人可不可以靜到? 但他有異成的恩果在 一個菩薩 如是者般 所以這種知覺 與相無關 你不要以為與相有關 與相無關 完全在我們的知覺心地 一明就明 離一切相 不說他的現象 所以知患即離這句話 你一明白 其實合回寧嚴經說 背著覺悟 合著陳奴 是否凡夫呢? 我知患即離是否背著陳奴 合著覺悟呢? 所以 沒有身上的 沒有漸次的 沒有境界的 個個眾生都平等的 一悟便即悟的 是否鈍悟法門? 說得很清楚的 一切菩薩及活世眾生 依此修行 如是乃能 永離諸還 我今天講完 你們收到這些訊息 我都不用再擔心 為甚麼呢? 每個人聽到之後 都會繼續有煩惱 但是你這個種子 已經在你的色田 鎖了目標 對不對? 定了 即是GPS 設定了一個 道向 設定了一個重點 是不是呢? 我從哪裏去 就從哪裏走 原來每個眾生 走的那條路不同 我只管他 設定了一個導航 轉左 前面 以為你 就轉左 導航會教我們走 對了 如是者般 不需要你任何的身份 不需要你任何的身相 原來都能夠引導這本經 不作方便 沒有甚麼叫方不方便 遷不遷就 離患即覺 一離患就等於覺 人家說 國五是否現了十二大上虎相 有八十除形好 有否神通顯現 在阿彌陀佛國 不是每個人都會見到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會現甚麼 那雀鳥有沒有三十二相 八十除形好 沒有 白鶴孔雀英武射利 嘉令憑其共命之鳥 出黃雅妙音奇音演唱 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眾生文者 皆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 他達到這種功能便可以 你理得他甚麼相 為甚麼阿彌陀佛要現這些雀鳥 不是業報 是因為眾生的福力見不到佛 佛要遷就你便現出這樣的東西 對嗎? 明明不是我的意思 所以你不要以為 那個人一定是一靜到 就指磨今生八十除形好 不是 為甚麼? 因為他因緣 但是在這個緣角當中 其實在做甚麼? 是自受用 然後教他受用 這種法是正緣角之法 正如來圓滿覺悟的 這種方法 由甚麼? 知道自己的本性 本來不生 本來不滅 為甚麼會輪迴生死? 因為污染 誰污染? 自我無名的執著 污染了自我身上眼前的景物 因為污染 所以要怎樣? 遠離污染 情靜回它 到最後 連遠離污染 這個念 這個念也是嚴密 擺進去 當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 知道原來世間 凡所有上 都是幻化 虛妄 它不是不出現 最大的事是它會不停出現 是否不停出現? 它說如夢 夢是不停出現 如幻 如炮 如影 如路 如電 意思是甚麼? 一說就沒有了 應作 如是觀 要這樣看所有善物 包括自己的身體 那我這個身體是甚麼? 有甚麼所謂? 是呀 我的法明明最重要 如果一個菩薩 柔化十方 他已經明白這個法 阿甘峰 你這次做過千金小姐 好啊 下一場你做過大凡天王 好啊 無所謂 我做甚麼就做甚麼 但我內心 會不會只有千金小姐 大凡天王當真? 不會的 不會在當中 你是否享受呢? 為甚麼你說享受? 原來你想一想 做甚麼都做到的 過不過癮? 你想一些事做不到的 就沒有癮 是吧 原來想一想就做到 那你想些甚麼? 這些誤俗惡勢的眾生 我誓願去救到他們全無成法 我向如來一發言你做到的 真的嗎? 這樣就不要浪費 反正他還要生死 你告訴他 生死真是假的 假的 但假的可以導賭人 這樣就有價值了 菩薩就是利用 所有幻化的世間的現象 發無量的普然行願 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盡 眾生煩惱盡 我此大怨無有窮盡 念念相続 無有間絕 身與意業 無有皮厭 但是如是滅道無量 無邊無數眾生 真的假的 實無眾生得滅道者 這種智慧叫做甚麼? 般若 是否在說這件事 因為正原國的人 才能生到般若 明白嗎? 不正到原國的人 他正不生不生到般若 生不到的 不好意思 他念念當真 如人入暗中無所見 媽媽覺得自己很威 我是菩薩 我來道理 你這麼壞 這麼壞 不聽話 是否自己很高 看到別人很低 厭不厭 厭到五顏六色的 不明菩薩 是否這樣 如人入暗中無所見 如果正多野的人 如何?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是否這樣 完全合起來 一切菩薩和沒世眾生 依此修行 一定如是乃能 永離諸患 希望大家謹記一件事 原來修原國法者 你沒有東西握在手 甚麼都沒有 只是知道 知道甚麼? 知道我們的知覺本性 是永恆不滅的 首先要知道這件事 你為何會聽我說話 是否這個知覺本性? 你沒有知覺本能 你怎會聽我說話 對不對? 如來不單止盡知一切 還知道一切眾生的心 這個知覺本能 騙虛空 所以在金剛經講 衰菩提 行河沙 多不多沙 每一粒沙就是行河 加上所有沙粒數目 這麼多的佛世界 裏面每一個眾生在想甚麼? 如來識知 因為如來的知覺 騙滿虛空 盡知一切眾生的心 眾生為何會輪轉? 因為佛說諸心 皆為非心 是明為心 他們認為這叫做心 佛給名字叫做心 但這是否真正的本性? 當然是 是妄執的神色 不是真心 好了 首先要明白 我們不生分滅的知覺 就是被無名困惑 令到我們被世間 殺那出現 殺那毀滅的種種現象 迷惑了我 現在圓國境界 藉著文殊菩薩 普賢菩薩 一問一答 如來為我們講解了 一切如來 本起恩地 加於元兆清靜各相 都是圓滿徹照 徹底照透一切的妄想 永斷無名 不會再被 世間的假象 自我的妄執神識 來騙騙 見空花 不被空花困惑 發緊夢 不被夢境所困擾 在當中自在無染 所以才永成佛道 講了 我們怎樣可以漸肢修行 你知道 凡是干擾我們不生不滅的知覺 這些假象 我們的心都遠離它 遠離遠離遠離 到最後 我們遠離的心都放下了 尼無可離 猶如兩目相恩 回覆了重點給大家聽 有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因為佛對是大菩薩摩可薩 所以他們聽這些文字 一聽就明白了 但是我們不是 所以我要花很多時間 站在你們的角度 基礎去講這個道理 難講很多 但是我都希望你們明白 你們明白嗎 OK的吧 好 你鼓勵我 我就繼續 因為講這本經 真是不輕易講的 好難講的 真是 知患即離 不作方便 離患即覺 亦無賤次 一切菩薩及沒世眾生 以此修行 如是乃能永尼諸話 接著 色尊 就從孫此義 再講一句 解重 這個解重 是方便我們記回 剛才佛陀講的這番道理 從重的格式 普言如當之 普言菩薩 你應當要知道 一切諸眾生 一切的所有眾生 無恥患無名 沒有開恥的 只不過是執了一個患無名 一執患無名是見三世的 一無患無名 一無患無名 就沒有三世 三世都是幻化 皆從諸如來 原覺心建立 這裏要解釋 不是從那個如來的妙心 不是 如來者虛空不動 他說 十方眾生的本來知覺 就是十方如來的本茅 虛空本來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知覺本來是等於虛空的意思 皆從諸如來的原覺心建立 意思就是說 所有眾生患無名 不斷生死 是不是都有個知覺呢 你有知覺 我有知覺 如來有知覺 原來這個知覺 好像殖滅海一樣 大家一樣有的 通的 所以如果不通 如來知不知眾生心 為何如來盡知眾生心 因為我們本來一體 是不是同體大悲 明白了 不是我們的身體 和你的身體同體 是我的知覺 和你的知覺本來一樣 和十方諸佛的知覺本來一樣 因為 就是幻無名 執了我這個軀體的五韻 你執了你的軀體的五韻 給自己的身上 貪念 個體去造作業力行為 是不是又被因果前 於是從殲毫間 散入一切生死 散入過去現在 將來一切世間 OK 這樣 他說 幻無名 不離 這個原覺心 這個意思 又如虛空花 依空而又上 那麼你的空花 也在空裏面 才有個花 我們常常舉一個例 宇宙間的色象陳奴 星體 銀螺系 是不是在宇宙空間裏面 沒有宇宙空間裏面 能否顯現到這些現象 沒有的 所以我們的知覺 就等於虛空一樣 我們的身上和知覺 是分不到的 他說 空花若伏滅 虛空本不動 我們 這樣看到 意味著 幻化的空花 即是我們這個身軀 是不是不斷會生滅 但是虛空本不動 我們的本有知覺 其實有沒有動過 沒有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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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從諸覺生 你沒有覺 其實沒有知覺 你是沒有幻的 因為有覺 你才認知那個叫幻 但是你知不知道 什麼叫真呢 真 在佛經講 真的是不變的 幻是變的 變幻變幻 真是永遠永恆的 那什麼叫永恆呢 在佛經講兩件事 宇宙的本體和我們的知覺 是永恆的 其他全部幻化 你知道這兩件事可以 一個色一個空 空永恆 色幻化 色和空分不開 好了 幻從諸覺生 幻滅 覺便圓滿 明白嗎 這個道理 一切諸幻 你的知覺 沒有了知覺 你的知覺便圓滿 你的知覺一執幻 你的知覺圓不圓滿 不圓滿 就被你執幻的軀體鎖住了你的知覺 但你的知覺一離幻 就合十方三世諸焚 所以我們經常都讀一句說話 同入疲勞聖海 有沒有聽過 大家說你做法那些 過路疲勞聖海 是吧 什麼疲勞聖海 什麼來的 疲勞聖海 即是Velosella 疲勞聖那 疲勞聖那就是法身佛 色家瑜落是應身佛 報身佛就是路謝那佛 法身佛是一切佛 就由這個法體顯現 法身Velosella 圓角片照這樣叫 意思是什麼 宇宙虛空直正的法體 就是法身佛 攻入疲勞聖海 大家明白為什麼 我們染著的便是一個幻化生死 就是在這裏 現在就說 一不二就是怎樣 共入疲勞聖海 是不是 幻滅就是怎樣 各 圓滿 如果我們的妄想 全部熄滅一切的 幻有的堅執 就會顯現 圓滿的知覺 各心不動固 因為為什麼 知覺的本體 一向都是無動的 若彼諸菩薩 及末世眾生 常應遠離患 諸患識皆離 好了 難度在哪裏呢 這個真是比較難 他説 彼諸菩薩及末世眾生 所有我們在宇宙虛空的 每一個眾生 他都是為了自己這個軀體 向外攀遠 希望尋求更好的感覺 對不對 所有眾生都是這樣的 無論動物 我們四生 六度 天堂 地獄 畜生 人 惡鬼 修羅等等 這些 完全都是 正在追逐的東西 我們現在 學練功夫也好 學習也好 修行也好 都是有個學的心 有學的心 希望學多些 去追求得到更好的東西 原來學分 就要放下這個心 你說難不難 難在這裏 我們一般人 是否 你給心機讀書 勤力點 努力點 記多些東西 原來學分就叫你放下它 他用力的地方是剛剛 就是剛才 離開了我們一般 凡夫那種雜氣 所以最難 他說 原來 所有菩薩 眾及將來世 學大成的眾生 你想修學 原國法門 從哪裏入手 常應遠離幻 又畫下寫下這句 只有一個東西 遠離幻 甚麼叫幻 不真實的現象 撒那出現 撒那毀滅的現象 就叫做幻象 諸幻 釋佳尼 如果 我們要做到 所有幻化的事 我的心 都好像一個X光一樣 照透了它 照透 知道它是幻 不可以的 如目終生火 好似兩目相恩 產生火花一樣 目盡火還滅 所有的修行 應該要看到是抵消的作用 目盡火滅 這種現象 一個過程 眾生修行 正安羅漢 正癖之佛 正菩薩 乃至攝取佛土 正德佛身 是不是一個因果過程 是不是一個因緣過程 沒有這個因緣 不會出現 但是真還是假的 一定要明白 照透它 各則無漸次 剛才我已經說了 有沒有漸次 相有漸次 幻化的有漸次 對不對 由凡夫地 進入聖人地 聖人地 菩薩地 菩薩地 佛地 是不是有漸次 但是各無漸次 你一支架就可以了 你一染下去 不播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不要管你自己身上 你肯來聽 我一直講這本經 我自己心想 有多少人來聽 有多少人會繼續來聽 因為實在好心 你肯來聽的 已經告訴我 你是種子 你一定聽得懂 你一定在當中 一句一解 你拿到好處 都不得了 決定成罰 這本經很厲害 裏面就說 各則無漸次 沒有身份 方便亦如是 方便亦都一樣了 有無漸次 有無方便 只不過說 你的恩緣何時到 你猜你是甚麼恩緣 才可以聽到這本《原國經》 是否一定有前因 那個人已經決定了 沒有恩緣聽不到 還要發心聽 不是開玩笑 所以為什麼我講這本經 我講本本經都沒有那麼緊張 我講這本經 我不是嚇大家 我真的要大家有這個心 你才受用得到 因為我不是想 我好像表演一些東西給你聽 我不是的 我是想你拿到回去 用到 對不對 大家要知道當中的道理 這兩段大家明不明白 文殊普賢兩個問題 文殊問佛的境界 怎樣修憾 普賢菩就問具體的方法 我們凡夫應該點耳患修患 還有我們抹發眾生不斷流轉 我怎樣令到他們離患 是吧 佛陀就已經教了他 記住 方便的 真是講方便 你要知道 這個原國的道理 我們人人具足 不用學 不要想著學的心 記住 我們雖然聽經 但是這本經教我們 不要想著用學的心 想著用清淨的心 我們本來具足的 不用學的 是學放低的 是學離患 這段教我們怎樣學習離患 真是藍芙 你一離患的話 恭喜你 你成就了 我凡夫 剛才所說沒有漸賜 沒有身份 我不是阿羅漢 我都未發大乘菩提心 所謂 你一明白就是 所以 當中大家明白了 好 第三個問題 於是普雅菩薩在大眾當中 即從座喜鼎禮佛祝又繞三集長跪插手二百佛言 第三個菩薩聽完之後 在這個基礎上又產生一些問題 準備代大眾問佛堂 這裏我不解了 都是走一些禮儀 大悲誓尊願為此會諸菩薩眾及為末世一切眾生 演說菩薩修行漸次 雲何思惟 雲何註詞 眾生未誤 作何方便 古令開誤 誓尊若彼眾生無正方便及正思惟 問佛如來說此三昧 心生迷悶 則於懸覺 不能誤入 願興慈悲 為我等背及末世眾生 假說方便 作事與二五體頭地 如是三請忠義伏此 這個普雅菩薩 知不知悲 看到 哇 你講到 知患即離 離患即過 跟得到那些 當然能夠到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真的需要畫公仔畫出腸 這條大腸 直腸 小腸 畫鴨腸 要畫出來 原來他不知道 原來你可不可以 講得再具體些 簡單些 幫助我們 在會 有些人不是很理解 因為他聽到這麼玄妙的事 他做不到 就迷悶了 唱歌 唱不到 是否很害怕 你不敢講話 叫你出去和幾千人講話 怕不怕 這樣就迷悶了 很害怕 聽完你講一堆 不知道你在講甚麼 就很害怕 諸如此類 迷悶 他說 願為今次聚會的所有菩薩眾 與及末世一切眾生 如來 你為我們演說菩薩修行的漸廁 都是在講漸廁 漸廁 即是循步漸進的方法 今次問題 問得更具體 雲何思維 他的日常生活 他應該怎樣去想呢 怎樣去思維 問題 現象呢 雲何住持 他平日的心 應該要怎樣去住呢 他住在哪裏呢 他行持 用甚麼方法去幫他們 怎樣遠離諸患呢 可不可以講得具體些呢 眾生未誤 遇到一些未誤的眾生 我怎樣可以令到作何方便 即是能夠遷就他 方便只是遷就而已 行順眾生的意思 普令開悟 能夠全部都可以令到他們明白呢 即是將來我們要度眾生 怎樣可以在這個原國法門 自己受用 平日怎樣住持 遇到一些不明白的眾生 用甚麼善考方便 方法 令到個個都明白了呢 大家知不知這個問題 那你又不妨括住了 你知道的話 用你的文字寫一寫 第三分段由普雅菩薩問 問佛陀呢 到底一個修行大乘菩薩 他應該平日怎樣住持 遇到一些未誤的眾生 用甚麼方便的方法 可以令他完全明白呢 是吧 為甚麼要這樣問呢 他說 世尊 若被眾生 他說假使眾生 一般 即是這個世界的眾生 沒有正方便及正思維 如果不得到正確的一些方便 這方面就不是假遷就了 這方面就是正確的善巧 和思維 和思維 正確的思維 他想不到的話 他想到編執到例如說 編執到患 一定要遠離患 然後進入圓國 我們凡我合一都可以說 我是凡大國 整個宇宙虛空的圓國 現在我就透過我這個禪定 進入這個疲勞城海 進入這個真如智勝 這個圓國境界 透過念咒 打坐 禪定 行不行 是嗎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呢 很容易會這樣想 你剛才說 我們本來本來本來有 不用學的 是嗎 現在我就要進入它 就不追尋世間環境 是嗎 那是否不正思維呢 是很危險的 會否有這種現象 是 明白了 為何這個普鑑菩薩這樣問呢 是否很細微 我要解這本經 他難解的地方是這些 為何這個菩薩要這樣問這個問題呢 他真是他憂慮 他不是為自己問 他是不是心生迷悶 我怎知道 我練了這麼久都不行 是嗎 心生迷悶 則於原覺不能入 他雖然聽了你說那麼多 什麼知患即離 我們本有巨足 遠離為患 遠離遠離 逆復遠離 遠離逆患 逆復遠離 聽了那麼多這些事情 他可能都理解錯了 他就問 我們平日應該要怎樣住持呢 如何避開這些錯處呢 令到所有眾生 能夠全部都明白如來你所說的境界呢 願興慈悲 希望如來你慈悲地為我等輩 為我們這班同學們 我們這班菩薩們 以及末世眾生 假說方便 懂得說話 假說而已 假說方便 你現在說我都知道方便說而已 是不是很厲害啊 這個 立刻 印著如來講 幻化地地說一些方便的法 假說方便 作事與以五體投地 如是三請 忠義復恥 問三次 所有菩薩都很厲害 答就答三次 問就問三次 因為如來一定會說 是不是 你問一次如來不說 問兩次都考慮一下 一來就問你三次 如是三百群言 你地藏菩薩也是 一重點就一定要答三次 我自己看到 所有菩薩懂得問三次 OK 我們看看如來怎麼回答 問題知不知怎樣 知道吧 自己抹下它 以時世尊 告訴這個普雅菩薩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哎呀 好呀好呀 善男子 普雅菩薩 你真是真正佛子 如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 問於如來修行 漸次思為 諸詞乃至假說種種方便 如來又懂回答他 是不是 乃至假說種種方便 大家知道假說是怎樣 是吧 不真的 但也要說 幻師 幻師都要假說幻法 才可以開運 個執假當真的凡夫 是吧 二師就是知道這是幻法 如今帝庭 當為語說 你要好好聽著 我現在就為你說解了 你看 有沒有如來不回答的法 沒有的 如來不會回答的法 清不清晰 清晰 對到準了 OK 時普雅菩薩 奉教歡喜 及諸大眾 默言而聽 好開心 大家聽到嗎 你問我 一個 根基未夠厚的人 聽到如來所講的 這個原覺境界 他自己未領會 他很擔心自己走歪 想得到一些 日常行住在我 都有些醫磅的方法 我現在就教你 留意一下 彼身學菩薩 及末世眾生 聽到沒有 是否佛陀答得很清楚 還不是身學菩薩 那些唱慣穴曲都知道 甚麼是七除頭 甚麼是入腸 甚麼是萬版羅古式 新學 你慢慢講清楚 給我聽 萬版羅古是怎樣的 這樣 他要解釋 彼身學菩薩 新的 剛剛才發生 學行菩薩道 但是又 未看證到如來 原覺境界 那麼 他在他行菩薩道的期間 他應該要怎樣幫助 他遠離諸患呢 與及末世眾生 欲求如來 正原覺心 鎖定 不是導引一切眾生 求於如來 正原覺心 求 想求學 求正如來 最圓滿知覺 這個妙心 即是不受一切如患 景象困擾的知覺性 應當正念 如果你說得對 一定要正念 遠離諸患 一定要 執著這句說話 凡是患的事 不要執著它 放下它 凡是患的事 先依如來 赤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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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禁戒 安處途中 現座正室 行作試念 什麼叫赤摩他呢 原來他是 清淨定的一種 我們稱之為 三會的一種 我們稱之為 在這本經 以後會詳細解釋 三種的定 第一種定 叫做赤摩他 第二種定 叫做禪那 第三種定 叫做三摩勃提 那赤摩他 是什麼來的呢 都是正定 即是說 由動盪的心靈 透過一個動作 而達到清淨 這個過程 赤摩他 嚴格來說 是 撲頓的 他說 應當遠離 一遠離 諸患 這種方法 就叫做赤摩他 遠離諸患 那他首先要怎樣做呢 堅持禁戒 禁戒 為什麼要堅持禁戒呢 大家知不知道呢 不依禁戒 去做有什麼後果呢 是不是我的壞習慣 會結集很多惡因緣呢 那個戒是讓我們做什麼的 防非止惡 非就是不正確的 防了不正確 指一切傷害眾生的行為 是不是這樣 叫防非止惡 所以禁戒呢 如果我們是個新學 新修行的人 你未理解佛法 未知道自己根基的時候 你是會隨順自己的喜好做事 我喜歡嗎 喜歡就做了 我喜歡說 我喜歡吃 我喜歡做 我喜歡偷 我喜歡就做了 不管 我就會不理解佛法 那這個就 沒辦法控制到自己 你做了 那個果肉會等在你 所以 首先 新學菩薩 要注意 愚來教我們要注意的事行 停止一切惡 那菩薩的界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們凡夫 就有五界 十善 可以有八關齋界 出家有 沙美尼 比丘尼界 菩薩 也有菩薩界 菩薩界 我經常講的是三類 大家告訴我 記不記得 涉律兒界 即是指一切惡 今天涉善法界 就行一切善 第三 遙益有情界 就道一切眾 你只是指惡 那就沒有壞事 我只是行善 就有很多福報 但你道不到眾生 我沒有注意到眾生 你不會道的 但我遙益有情界 我來這個世間做甚麼呢 即是我們國家經常講的一句說話 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 毫不利己 轉門離人 那還不是菩薩 是否遙益有情界 菩薩就只有三種界 三種界 衍生一切戒 對嗎 戒即戒備 即注意 我要戒備 注意的事項 這裏所講的 所有菩薩眾 堅持 要有堅忍的心 行慈如來 叫我們注意 不要做的惡事 教我們要做的善事 你念念間 常互眾生 這種職責 是否菩薩的界 三罪正界 我先講 不要逐一世講 就講菩薩的三罪正界 指一切惡 凡是損人 傷害人 影響人 困擾人 連累人的事 不要做 凡是利益人 方便人 隨自己的本份 隨力隨份 隨起去做 凡是有利益眾生的事 我都隨起讚嘆參與 就是這樣 你用這樣 就堅持禁界 是否容易明白些 不用說哪條界 哪條界 你在這三個心態當中 你做甚麼都對 是否這樣簡單些 堅持菩薩三罪正界 安處途中 做得途中 有很多途中跟你 那你是甚麼 是否老師 那你不是老師 哪有這麼多途中 即是出家人 很多出家菩薩 你們堅持禁界 你是否以身作則 第二次是否跟著你 於是你按住 按住 按立 跟從你修行的人們 這樣解 焰座正室 那你在你的行詞當中 習慣 時事 焰座正室 原來佛經說這個焰座 它跟打座不同的 我告訴大家 這本經你一明白 你懂得打錯 你懂得善法 不是跟你開玩笑 這本經通一切善法 包括你知道甚麼叫做 真真正正的 頓悟、漸悟 更加知道甚麼叫做 外道、野狐、古靈精怪 那些善法 你都知道了 因為它全通了 這本經很厲害 你不要以為是普通的經典 好了 甚麼叫焰座呢 負焰座者 身心無險 這樣叫做焰座 即是我的知覺 不驗我的身體 我的知覺 不驗我的妄想 意念 我的妄想、意念都放得低 身心直滅 名為焰座 我們一般打座 一般人說打座 我經常都會問他 你介不介意問一下 我問問你 你因甚麼要打座 很重要的 決定 決定他行得對不對 就是他的動機 哦 我練功的 可以了 你打座是練氣 練精神 練身軀 練我們氣墨 你練功的 因為你說了 不是的 我進入禪定境界 哦 你進入妄想 很簡單的 就是你的相運 是一般的 一聽你就已經知道你的動機 如果你是穿鬆身衫 做其他事 眼觀鼻鼻觀心 膩鼻頂上惡 舌尖又怎樣怎樣怎樣 對不起 全部都不是佛講的禪 你正在說世間的功夫 是不是四大 是不是五運的東西 你在說四大五運的東西 禪是說 是靜五運的 離四大的 如果我們在四大五運所講的靜坐 全部跟禪法無關 嚴格來說 一問你 你為甚麼坐禪 如果你說 我想見性 咦 勤了 你明白嗎 坐禪 原來不用理他 甚麼高級 低級 一說多少級 就知道 你是有警戒 對不對 有警戒 你就是妄想 上運帶著你走 你在過癮 叫做擔著禪 禪病 你怎樣正如來圓過的警戒 永世都正不到 因為你還撿著 五運又撿 所以這個超越一切 超越一切 所以現座靜身 這個現座不輕易解 沒有了身心名為現座 當然我們一般人做不到 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要為甚麼目的 我們現座的目的為甚麼 打坐的目的為甚麼 離環 見性 鎖定目的先 我們 所以有些人問我 金師兄 不如你教打坐 教禪定 我說 行是禪 坐是禪 行住坐我都可以禪 你一染就是不禪 你不染就是禪 如來有人說 如來若來若作若我 是否這樣 是人知我所說法 是否 不染 不知 你取個上 對嗎 他不是那個上 那個上是甚麼上 都可以 你記住 這個是心 當如何 雲何韓復其心 這樣講的就是心 所以一定要知道 現座為甚麼 為了我們 要遠離我們的妄想 執著煩惱 顯現 本不生 本不滅的本有之覺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請你設定這個目的 一離開這個目的 全部是妄想 同不同意 鎖定它 現座正室 鎖定 身與心都擺下 行作事念 行即是 長事期 都要這樣想 想甚麼 我今此生 四大和合 所謂 發無爪恥 皮肉筋骨 遂老舊式 皆歸於地 看看 看看我這個身體 即是嚴格來說 三十七座道品格 四念處 是吧 觀身不靜 看看你的身體 是甚麼來的 看看 他又不是說不靜 他還回給他 他怎樣呢 他說 頭髮 毛 爪 牙齒 皮 肉 筋 骨 骨 骨髓 腦 骨髓 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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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panding 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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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 將我們身體這些液體化的東西還給水 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角離 大家可以用這種善法收一下 四大即是還債 所有的身體還給地大 液體還給水大 暖氣還給火大 動靜之相還給風大 地水、火、風 分散了,你還有沒有身 其實意思是這樣 因為他們不明白 不明白有些東西拿拿 是因為價錢便給你加拿 金錢放下來 銀錢放下來 原來是一樣的 是否我們一直都在為這個身體 意思就是四大皆空 意思就是 這個身體都不是你 你還不用掛外 身體便空 是否明白這個道理? 那你可以真的試試看 當然要看他的智慧能力 如果業力重一點就真的逐樣看 頭髮、毛、爪、牙齒、皮膚 然後還回地帶 頓一點就慢慢走 聰明一點就知道為什麼 哎,拜低,其實要你拜低 是否這樣? 我們什麼都沒有的 那你就先給一件東西拿著 拿完了嗎? 沒夠就多加十幾二十東西就可以 你加血管也可以,加上去 你要加什麼都可以 加上去就讓你拿著在手 你沒有東西拿 拿完就讓你放低 是否跟我的左手右手 很多東西你喜歡 拿了一輪累不累? 你累就放低它,放下就放低 四大角來,原來全部放得債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那還有沒有你的身 還有沒有在哪裡? 還回給他們 那你的知覺 看看是否已經正身空 是否目的叫我們正身空 是初果來的 不是說笑 是金剛經講 正初果 有沒有眼神秘神秘的? 沒有的 見惑煩惱也斷了 只剩下一個私惑煩惱而已 先留意一下 它這個是循步漸進 令我們鎖定了目標 然後慢慢放低東西 記住 它的原理是放低東西 放低所有不真實的假象 但是我們平日的心 我們的心 是被這些假象困得 越困我們的東西 它就是被你掌握手 好了 即知此身 不景無體 和合為上 實同幻化 就會知道 原來這個身體 歸根究底 是沒有一個具實實在在 永恆不滅的身體 都是和合的 和合為上 即是因緣際會 合同有這個身體 而已 不過我的知覺 就住在當中 這個身體 還有沒有愛咬它呢? 原來很奇怪 你不理這個身體 身體就很健康 你經常想這個身體 身體不健康 我們的免疫系統是真的 你不要干擾它 它就會調整得你的身體很美 你經常憂慮 貪心 打麻將 搞通宵 它就很病 你不要理它 它就會好起來 是這樣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樣做 你都不餵身體 你不用餵的 因為它和合的東西 你干擾了它 它就不和合了 和合 演示出一個上 但是實同幻化 事實上 它等同幻化 因為不停轉變 昨天 今日 明天都會變成 一會兒又有另一個樣子 四元假合 種種的因緣 來去假合 四元就是成住壞胸 成住壞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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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網友六根 是否網友六根 有這句身體才有 眼耳鼻舌身意 為何那些人正網羅漢六根可以互用 眼可以聞東西 眼可以說話 為何呢 因為這是假合物 誰為主 心為主 知覺為主 知覺一不受這個驅體顯的話 知覺的所有東西都可以 心可以用 當然這些是 某某因緣而顯現出來的神通 我們其實不值得去談論 不過它有這種現象 四元假合 網友六根 虛網就產生六個根原 這個六根即是六入 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於是乎 對於外奸的認知 就產生自己有四大 四大即是地、水、火、風 剛才叫你還債那些 還回給他們 中、外、合成 即是在裏面和外奸的東西 所合成的所謂這個驅體 我們無此以來 就執了這個驅體 是我 這個驅體 一變變了 豬、狗、牛、羊、馬 人、天人、畜生 甚麼都可以 那你就當了個個都是我 現在我學 如來、原國、境界 我全部還回給他們 六根清靜 四大 已經觀空 已經知道 不真實 那既然四大、六根都不真實 我的心還會不會 依在它裡 不依 一不依 你就會在想運 遲些 後面就講 怎樣把想運的證取 先離身 身空、心空、性空、法空 金剛經 都講完 在這個過程 這種淨化的過程 叫做 車摩他三妹 車摩他 這個修行方法 由甚麼呢 由觀環境而證得 好了 今日時間所行 我們到此為止 我們一起起立了個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